一些计划外的操作问题导致雪佛龙菲利普斯公司在拜城的工厂燃烧 本报实习记者安娜整理报道 德克萨斯州海湾镇应急官员说 周二在海湾镇的雪佛龙菲利普斯化学公司设施出现燃烧和烟雾后 相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据社区一时应急响应官员称 该工厂位于东10号洲际公路9500号 在上午9点半左右出现了由于停电而导致的计划外操作问题 在该地区的人可能会看到由于该事件而产生的燃烧和烟雾 根据雪佛龙菲利普斯化学公司发布的社区一时应急响应信息 该公司表示对工厂员工和社区没有危险